晚上好 我是家旋 雪州大水災的救援行动过于缓慢 让受困的民众怨声四起 大马肖整局总监穆哈默·寒淡 以及全国总警长爱克里沙尼坦言 救援中的确有缓慢之处 寒淡表示肖整员的救援行动虽然慢了些 但绝对没有天丝 更不会选择性救人 而爱克里沙尼则说 对比东海岸灾区的疏散工作 沙亚南灾区因为发生在人口密集的住宅区 因此要撤离灾民非常具有挑战性 爱克里沙尼也披露 这场世纪大水灾导致18,080户的 68,000多人不家可归 死亡人数达37人 另外10人失踪 而警方也陆续接惑 灾区发生了抢劫以及偷窃的投报 在 旁边所在这个地方 有每个人的一类姐产生 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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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的 有些人们赞及到卡里沙尔·赖列宾的 制作图用 有些人被杀满 复合 拥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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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将 所以要訪問各位 要訪問在各個部門的部門 在各個部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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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門 也要訪問 另一邊將 國防衛隊首長阿芬迪則否認 救援隊故意或延遲行動 他認為剛開始可能是缺乏組織 但各救援單位後來在逐步配合下解決問題 他坦言 民眾都期待軍人施救 但軍隊不是唯一的救援單位 因此不能怪罪 軍人沒有到場 雪州水災災情日渐趨緩 不過彭亨 吉蘭丹在來臨的這一週 可能會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阿芬迪指 彭亨水災情況非常嚴重 其中文德甲已經成了一片澤國 所有通往該區的陸路都無法通行 而另外9個地區也被列入水災危險水平 阿芬迪直言 最糟糕的情況還未發生 但國防衛隊已經做好準備 將是情況增害人手支援 另一方面 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氣候專家弗雷多林教授 就警告 最近所發生的大水災事件 還會再度發生 根據《星報》報導 他直言 國人不能再以為只有東海岸才會發生大水災 目前西海岸的雪龍森美蘭都已經發生 而相比東海岸 在城市以及人口密集的地方 發生的水災更具災難性 面對災民各界的撻伐 聯邦直下去部長殺西彈就說 所有人都沒有料到會發生水災 在追究也是於事無補 目前最重要的是協助有需要的人 而不是相互指責 對於這個說法 網民可是不買單 甚至挖出更多的圖片 指政府擁有許多先進的交通工具 但卻沒有用在這一次的救災行動 就連政府在10月5日推介的全國際被曰 無論是器材 還是各單位 看起來都已經準備就緒 而掌管特別事務的首相署部長阿都拉底夫 當時還指出 政府將會致力於確保天災管理的協調 能夠更加快速和有效率 對阿都拉底夫的說辭 網民救治 如今回向 顯得特別諷刺 阿都拉底夫可說是水災當前的話題人物 因為救災緩慢 而被要求辭職 同時解散Nagma 對此 阿都拉底夫在回憶陽光日報時就指出 只要有一次性的解決方案 他願意辭職 就算要解散Nagma 也沒有問題 他也認為 如果部長們可以隨意辭職 那五國將會在每三個月換一次首相 不過他的這一番話就被網民抨擊 口氣自負 並指需要委任真正有能力的人來擔任要職 這一場水災 確實看到不少的網民在推特上發文抱怨 且附上辱罵政府的標籤 如今多名推特用戶表明 收到來自官方推特的電郵 指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 MCMC 已經指爆所發布的內容 並且要求刪除 不過推特在電郵中就說 該平台尊重和捍衛旗下用戶的聲音 而他們也沒有對焦指爆的內容 採取行動 MCMC公關接受新洲日報訪問時證實 委員會的確向推特指爆部分網民所發布的內容 公關表示 MCMC一直尊重社交媒體平台 但MCMC是要赤補民眾遵守1998年通訊及多媒體法令 第233條文以維護國家利益 因此採取了指爆動作 新聞結束之前 歡迎訂閱百合 收看更多精彩內容 我們再會